为了落实民主教育 立委邀请相关单位 前往花莲玉礼开会讨论 会中 针对未来阿美族实验民族小学的经费 原额 法规 行政协调 校民及师资培议等内容进行讨论 我们最大的核心价值 是希望能够把阿美族的文化课程 融入在各个学习领域里面 那透过我们的 这一年民族教育课程的实践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可行的 可改变的 跟可以创造出来的一种 所谓的教育的模式跟方法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其实我们还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实际的一个教学的场域去做实践 如果今天建构 一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的话 自信其实就会从我们自己的学校 能够被建立 那世界观就会是从阿美族 或者原住民的视角里面被呈现 再也不会成为一个 不会是一个 汉人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认同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会议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会中也讨论希望将阿美族 吉朗阿山部落学校 转型为阿美族教育之眼中心 未来可以进行民主教育课程的规划 教材编撰 师资赔议等 期盼相关单位支持并编列预算 如何透过专场的老师跟相关的教材的设计的资源 能够进入到这个场域里面 这个是我们现在 尤其今天的会议里面 我们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讨论的部分 我们希望有一个阿美族的教育资源中心之后 它可以带领整个台湾的阿美族的教育的发展 我们的花联县教育处其实也是支持的 但是资源是不是要有圆明会那边支出 我觉得圆明会其实也觉得说是可以的 在经费上是可以去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等 等我们这个阿美族实验教育学校的计划出来 我们再做一次 再看说这个资源是要如何分配如何整合 出席会议的圆明会教文处副助长林正宜表示 因应支持阿美族几郎上部落学校转型 但相关办法还要再仔细讨论 国教署也乐观其成 由下而上的来推展援助民族的教育 那么站在发扬援助民族教育 让台湾变成一个多元文化一个社会 这是好事 那么透过我们的教育系统 来发展这样的援助民族文化 教育部是乐于看到的 目前阿美族实验民族小学的推动 尚未有学校提出具体的句话 关心阿美族民族教育的人士 非常期盼能够尽快产生 不过还必须透过多次的讨论与沟通 研理出符合阿美族实验民族小学的内容与资言 记者法务的花点预理采访报道